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遇见了小帅 小帅的幽默风趣令他着迷 两人在看似玩笑的谈话中互相表白 他觉得自己的爱情也许已经到来 但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 他们彼此依依不舍 频频回头 却谁也没有勇气开口留下彼此 小帅满是眷恋 他停下了脚步 而这一刻的迟疑使他命丧车祸 碰巧死神路过 他想要体验一下人生 于是顺理成章选中了小帅 夜里 死神找到了老王 冷漠地告诉他即将离世 但是在带走他之前 希望老王做他的人间向导 作为回报 只要自己还在人间 他就会多活很久 于是 死神顺理成章地住在了老王家 在他的家庭聚会上 小离看到了自己邂逅的男子 很是惊喜 然而 死神并不知道他们发生的一切 只能尴尬地回应着 为了不违背约定 老王带着死神一起工作 一起体验百味人生 虽然 死神有着掌控全局的自信 但他有时会像个孩子一样 摆脱不了人间的美味食物 而不久于人世的老王 变得越来越廉价 他希望家人可以一直在一起 而另一边 在与死神的慢慢接触下 小离发现 死神真是个完美恋人 不仅在医院帮助他 而且也是父亲的得力助手 慢慢地 两人越走越近 他们诉说心肠 谈天说地 死神越来越像一个人 而小离也认清自己内心的感情 和小壮分了手 哪知小壮恼羞成怒 拉拢公司的董事 要撤下老王 想借此卖掉公司 老王也看清了小壮的真面目 他庆庆小离 没和他在一起 可是 他却爱上了死神 老王勃然大怒 他劝小离 离开死神 小离彻底迷茫了 他质问父亲 是他告诉自己 要努力追求自己的爱情 这样 在你垂垂老矣时 回想起来 不会感到生命的虚度 老王由苦难言 他不能说出死神的秘密 而陷入爱情的死神 同时也有了忧虑 他产生了可怕的念头 他不仅要带走老王 还想把小丽带走 老王气愤不已 他认为死神不守信用 说好只带走自己 现如今 却要带走自己的女儿 他控诉死神 根本不懂爱情 他连自己的身份 都不敢坦白 这不是爱情 是自私 这一连串的质问 让死神陷入沉思 他开始重新审视爱情 他帮老王拿回了 被卖掉的公司 然后把临别之时 钉在了老王生日这天 老王与家人一意道别 他与小离跳了一支舞 一起看烟火 看着满天的烟火 死神流下了眼泪 他终于明白 爱情的真谛 最终 死神带走了老王 也带走了自己 但是 他把小帅复活了 他给了小丽最完美的爱 也成全了良人 其实 爱一个人 不需要真的拥有 有时候放手 也是一种无私的爱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第六感生死源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